金竹一名18岁的新手爸爸 因为不满自己满月的女儿哭闹 一时情绪失控 气得抓住女儿剧烈的摇晃 结果把女婴摇到命围 宋依奇就发现 女婴双眼冲血 也出现了硬脑膜下出血 研判是外力所致 医师表示 由于婴儿的颈部发育尚未完全 这么一摇 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失明 不能轻忽 最后这名爸爸 也被医过失伤害罪起诉 婴儿洪亮的哭声 像是告诉大家来到了一个新世界 这个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不过新竹却有一位爸爸 受不了女儿的哭声 气得抓住她剧烈摇晃 她那个颈部肌肉非常柔软 而且还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她那个 如果你没有给她一个支撑点 造成说比如说缺血 或者是严重会失扯 失扯到血管 造成血管断裂 自己的亲生骨肉 怎么下得了毒手 事发在新竹6月20号晚间 一名18岁的许姓新手爸爸 因为不满满月的女婴哭闹 情绪失控 抓起女儿就是一阵剧烈猛摇 之后造成女婴产生婴儿摇晃症 还一度命危 后来女婴送一急救 发现她视网膜和硬脑膜下都出血 但是严重 比如它是视网膜的玻璃 它可能会造成 婴部失明的状况 甚至会造成像电线 医生跟现场拿起安妮甲娃娃示范 由于婴儿的颈部还没发育完成 脑部和脊椎容易受伤 建议在4岁前别乱摇 否则严重的话 可能会造成婴儿死亡或瘫痪 假官侦查终结 过失伤害最险提起公诉 这起事件 研判女婴是由外力剧烈摇晃 造成受伤 虽然最后女婴救回一命 但最后证明新手爸爸 还是得接受司法的制裁 记者徐志谦新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